下一段要写什么了 就要去写洞庭湖在越洋楼上看到的景了 但这个景呢 它又分成了两种景 一种是好的景 美的景 情的景 一种是阴的景 暗的景 或者让人心情不好的景 所以他一上来先写的是不好的 若福隐语沸沸连月不开 阴风怒嚎 灼浪排空 日新饮药 山月前行 商旅不行 强倾急催 伯木明明 虎啸原题 所有这一系列的 很精彩的四字词 堆砌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悲景 对不对 这个景是不是很悲伤的景 隐语飞飞连月不开 隐语就是过多的雨水 连绵不断的下 好几个月都不会停 阴风怒嚎 灼浪排空 天上的星星月亮都看不见了 隐耀就是隐去了他们的光芒 山月也都看不见了 在这种大雨大风之中 一切天地一切都是昏暗的 而商旅根本走不了路 在这个洞庭湖上划船的 不管是墙还是桂杆还是船桨 全部都被摧毁掉 尤其是到了伯木明明 这伯就是靠近 到了靠近太阳下山的时候 更加的昏暗 而此时又是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 虎啸圆体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看到这样的景 灯丝楼也 灯上这个月亮楼 看到这样的景象 往往会怎么样 去国怀乡 悠缠未及 满目萧然 感激而悲啊 大家会产生这样一些感慨 什么叫去国怀乡 这个国不是国家 而是你的首都 大家来到这里的人 很多都是讲的叫千刻 很多都是被贬到这里的人 被贬折到这里的人 会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遭遇 我被贬折到此 就跟滕子经是一样的 就跟范仲淹是一样的 这时候我是多么的怀念 我那个繁华的首都 和我有无数亲友的家乡 然后我是多么的担忧 害怕 朝廷当中那些人 禁见的谗言 说我的坏话 我眼前满眼都是 萧然的凄凉的景象 我心里是多么多么的 难过和悲伤 这就是有一类 文学作品 诗词作品 为什么登上月亮楼 会如此的悲哀难过 因为在这里 你有可能会遇到不好的风景 对吗 好 那有没有遇到好的风景的时候呢 至若春河景明 多兰不惊 上下天光一臂万情 沙吾翔吉 景明又勇 暗指听来 玉玉清清 而获长烟一空 浩月千里 浮光月经 静影沉闭 于歌护达此乐何几 这一段 全部是什么景 乐景 快乐的景 我们有春天到来的时候 有日光明亮的时候 有水面波澜不惊 风和日丽 对吧 风清水平 这样的时候 有上下天光水天一色的时候 有沙偶的翔吉 有锦铃的游泳 有这个岸上的小花 有岸上的郁郁清清的草木 有的时候 长烟一空 雾都散去了 到晚上浩月千里 然后月光浮动在水面 像跳动的金子 静影沉闭 有一些月影沉在水中 像美丽的玉 而此时江面上的渔人 相互唱着歌 你一句我一句 这是多么的快乐 他用这段写的是乐景 在看到这样美丽的 让人开心的景色的时候 灯丝楼也 你会有什么感觉 心旷神移 宠乳邪网 八九零风 起喜洋洋 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 人生当中不快乐的事情 好像都抛出脑后了 我们忘记了是宠还是乳 我们拿着酒 对着风 对吧 就是叫什么 就这个寸金难买寸光阴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只是想到 眼前的美好和享受 满心里都是快乐 所以此时登月阳楼的人 心中往往就是快乐的 他写出来的诗歌作品 也往往是开心的快乐的 他讲到了两种情况 前面有一个大问题 对吧 这个大问题是前人都讲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 大家写了这么多的诗词 写了这么多的作品 那懒悟之情得无异乎 大家看到外面的景象 那大家的心情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接着说了两种 一种是看到悲景的时候 心情的悲哀 一种是看到乐景的时候 心情的欢乐 讲完这两种之后 这个作者突然间来了一句 杰弗 唉 叹了一口气 与长求古人人之心 或一二者之为何在 这个意就是不同 他说我也读过书啊 我发现古代的真正的人人君子 他们好像跟前面我说的这两种不一样 前面我说的这两种是什么 是看到美景就高兴 看到悲景就伤心 古代的人人君子是什么呢 不以悟喜不以己悲啊 不会因为看到的风景好就高兴 看到的风景不好就悲伤 也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好就高兴 遭遇不好就悲伤 你注意他已经从古代的每个人的诗词转到了我们今天的人生态度这个事上 这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一个人永远无法决定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但你可以决定的是你对待每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 你无法决定你看到的风景是不是美丽 你可以决定的是你看到的风景不管是美丽不美丽 你的心情由你自己来把控 你无法决定会在你身上发生顺利的事还是不顺利的事 你是会被升官还是会被贬折 但是你可以决定的是哪怕被贬折了 我也一样可以在我的治理下使得他正通任何百废局性 这就是不以悟喜不以己悲 不因为外物或自己的变化而产生心情的变化 那以什么产生心情的变化 你的心情取决于什么呢 接下来他就讲古代人人君子真正的心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这个文章是不是脉络开始变了 前面说很多人是心情是由风景决定的 由遭遇决定的 但是他说真正的古代人人知识心情不由风景或遭遇决定 那由什么决定呢 看后面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出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由我对国家对百姓的情感决定 我是什么样的情感 我一直是忧的情感 居庙堂之高指的是自己在朝堂之上当大官 就是整个的师徒很顺利的时候 我会担心 我的心情依然是忧的 我在忧什么 我在忧百姓过得好不好 因为这时候我离他们太远了 底下的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实行吗 这是我忧的事情 如果我有一天被贬折到民间 我离百姓近了 我是不是就不担心了 不是我依然担心 我这个时候担心我离皇帝远了 皇帝身边有没有小人 有没有蒙蔽皇帝的 有没有误导君王的这样的禅臣小人 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一个人人志士是不是永远都是在担忧的呢 是禁一忧退一忧 这个禁和退止的就是 这个仕途的顺利或者不顺利 升官或者贬官 甚至不当官 如果这样的话 然则何时而乐也 那请问难道人人君子就不能有快乐吗 当然可以有快乐 如果你问这个人人君子 他一定会告诉你 我会先天下之忧而有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的快乐是什么 我的快乐是天下安定后 我就会得到快乐 所以天下所有的人只要有问题 我会在他们之前先去担忧 但是等大家都好了 我才会最终得到快乐 这叫什么 这就叫以天下为己任 将整个的天下当做自己的责任啊 范仲淹讲完这个之后 来了一句感慨 他说 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能和谁一样呢 谁能跟我一起去这样做呢 所以大家知道范仲淹的人生态度是什么 他去主持变法也好 参与新政也好 劝贱君王也好 带兵打仗也好 他凭借的是自己的遭遇 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快乐吗 其实并不是 就像他根本不在意眼前的风景是什么样子 他更在意的是什么才是对的 什么才是能让天下变得更好的 我就去做什么 如果现在天下有难 我会在所有人之前先站出来 直到天下都安定了的那一刻 我的内心才会跟着安乐 这就是著名的先天下之有而有 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且讲到这里 范仲淹也已经不仅仅是在讲滕子经了 也已经不仅仅是在讲 岳阳楼上的每一个文人默客 他讲的也是他自己 因为范仲淹正是庆立新政的主持者 发动者 而他自己也正在遭遇着不公平的待遇 在遭遇着这个朝廷的排挤 朝廷的贬折 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安定安稳的 通过这一首岳阳楼记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范仲淹的这种人人君子之心 那当然和范仲淹能够一样做到这样的 毕竟是少数 所以在这个岳阳楼记当中 范仲淹还传递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知己难求 这也是为什么他一定要给滕子经去写这篇岳阳楼记 尽管自己在前方军务繁忙 尽管自己甚至都没有到过岳阳楼 他也一定要把这篇岳阳楼记写出来 为什么 因为知己难求 滕子经这样的人正是和范仲淹一样的 这种人太少太少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岳阳楼记 所以今天讲完之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更加深刻透彻的理解 那我们讲完之后大家也会发现 虽然这篇文章看起来很长 但其实他的结构非常的清晰 第一段总体交代背景 为后面去写文人默克和政治变迁埋下伏笔 接着转到对岳阳楼和洞庇湖大概的整体介绍 整体介绍的时候他把文章的注意力从大家往往写景的时候说什么样什么样 转移到了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为什么人们的态度和心情会有所不同 同样一件事情发生 为什么这个岳阳楼上所提的诗词 却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心情 接着他讲到了一般的人会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般的人是发生什么就会有对应的心情 看到美景心情就高兴 看到背景心情就难过 得到升官心里就高兴 被贬了官心里就难过 但是最后范仲淹讲 真正的人人君子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也不会看到美丽的景色 因为外物的好心情开心 外物的不好心情难过 也不会因为自己好就开心 自己不好就难过 那他们的开心难过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天下好还是不好 如果天下不好 我不管在哪里我都是担心的 我在天子身边担心百姓 我在百姓之中担心君王 如果天下好了 我才有可能安心 才有可能快乐 像这样的人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我渴求这样的同伴和我一起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所以讲以微此人 无水与归 当然最后这一句时 就是在当时写作的时间 6年9月15日 庆历6年的9月15号 好 那我们今天 岳阳楼记就讲到这里